- 歡迎到5mmo.com並且輸入優惠碼NOX這個箱要5拍優惠喔 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要來繼續進行我們籃球代表 但今天所要進行的內容的話 就是讓我們這個全隊都是Benzimus 來對決我們這個全隊都是Yanis at Takumbo 那其實這兩個人的話在這個整個生涯裡面算是有蠻多共通點的 那就是他們基本上都是以一個3號位的這個身材來去打一個1號位的一個能力 當然字母哥可能沒有到那麼明顯 但是Benzimus確實是這樣做 那其實兩個人的話我個人認為他們的幾個共通點包含了這個罰球都沒有到非常非常好 那三分球部分的話 雖然你可以看到蜜恩瓦記這邊這個字母哥他已經有一點練起來了 但是其實基本上Benzimus現在還沒有練出來 但是我認為今年夏天他應該會做一些這個外線投射的一個訓練 我也是希望Benzimus在明年可以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那今天的話我是用這個Benzimus去打一個3號位 他3號位的話會有92的評分 那這邊Yanis at Takumbo的話我會把他去打一個4號位 那這樣也可以讓他有92的評分 那這樣子在整體的這個評分來說的話才會是剛剛好平均的 那就不會有那個 比如說誰比較特別強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在兩隊的這個能力上的話會比較平均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話打的是迷人塔的難度 然後並且一起打16分鐘由我全程結束 好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即將開始囉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到這個蜜恩瓦記公路隊這個主場 那今天的話是這個Yanis at Takumbo來出戰這個Benzimus 那其實今天的話我在還沒打之前我個人認為這個字母哥的這個整體的這個身高的話會比這個Benzimus再好一點 那控球屬性方面的話其實兩人算是差不多啊但是就是 那各位都知道嘛NBA2K是一個非常是升高的一個遊戲所以我個人覺得今天這個比賽的話 這個Benzimus這邊的話可能會有一些 需要再加強的部分啦看能不能他把今天的這個比賽打贏了 好那這邊的話是由這麽哥首先先挑這個球 那今天這個球一的話就是他們這個 蜜恩瓦記公路隊的這個城市版球一 然後這邊這麽哥首先先來一個後仰跳投這球沒有進的情況下 這麽哥Benzimus 這邊首先先試著切入再進去裡面要了一個犯規 那兩發能不能全部都進了兩發中一 還行還可以接受一個成果 這麽哥 這麽哥給了 45度角的 然後再傳給另外一邊的切入有機會好球 哇這個Reverse非常好 其實剛剛他那個最後一步 啟動的時候他那個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這邊其實他可以多做這一種進去切入的這種上籃包含扣籃 好這邊來看一下Benzimus 這邊三重威脅 似乎是想直接切入進去裡面 OK這是一個同樣是進去裡面一個開後門的一個上籃 一節打6分鐘的好處啊 就是其實整體的分差應該不會差那麽多 好這邊的話又是這個 Yes at the combo的一個上籃 其實今天的話可能會造成雙方互爆的一個情況 好這邊是一個左手暴扣 好這邊其實基本上目前的話雙方是有來有往啊 每個人都可以得分啊 然後給底角這邊進去 喔這邊被個火鍋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麽哥這邊先要緩一下 傳給底角這邊的 這麽哥再傳給 壺頂位置 擋拆之後沒有機會 這邊選擇直接中投這球是被防守到了這球沒有進 來看一下Benzimus 這邊可以給進去裡面直接上籃 然後這邊居然沒有選擇扣籃不過沒有問題 剛那一個是一個出色防守啊然後這邊是選擇打一個快攻啊 所以這邊的話目前是7比4 目前是三分差 來看一下外線的這麽哥 再傳給壺頂位置 不能威脅沒有機會 切入這邊 在給底角的時候這邊發生一個失誤 好這邊再傳給禁區 這邊想要稍微緩一下 好這邊是一個親人犯規這個是比較可惜的一個件事情 來看一下Benzimus這邊想要怎麽選擇 換錢沒有機會直接選擇 近距離中投這球沒有進 來看一下這麽哥這邊 往後 墊了一步之後這邊再想往進去切入幾個有沒有機會 再傳給外線 再傳給底角 底角位置其實Benzimus放給這麽哥蠻大的空間的 其實如果他真的想射三分的話其實是有機會的 這邊Benzimus這個防守不錯 來看一下Benzimus能不能把這波快攻打出來 好這邊在外線等一個機會 想切入這邊選擇中投 好球 OK哇目前居然是Benzimus 以9比4的這個領先 領先的5分 第一節目前剩下這個3分鐘左右 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字母哥想怎麽打 好這邊在Benzimus已經往前貼了這個情況下的話這邊是選擇上來可惜沒有進 好再進去裡面再選擇扣籃 哇這邊其實剛剛那個位置應該照理說是可以守到 不過這邊是沒有辦法 好這邊 這個公路隊目前是這個 僅僅得下4分啦 所以目前看起來需要多做一些暫停 然後來 讓這整個的局勢稍微穩定一點 好這邊 來看一下Yannis 這邊傳給底角這位 然後再傳給45度角 切入這邊差點發生這個失誤了 感覺起來想要切入這邊被藍燈打 選擇上籃這邊直接一個火鍋蓋頭上 再一個OK M1 哇這個就是 亂中有序的一個打法 剛剛其實 那個情況下如果被拿下的話就是比較慘的 好這邊這一法也進了 然後這邊字母哥換上了其中一個字母哥上來 場邊總共有10個字母哥啊 然後也有10個Benzimus 所以其實 要輪替上的話其實蠻接近 OK這邊再一個左手扣籃 哇其實今天Benzimus進區扣籃的 這個機率還蠻高的 來看一下傳給這個 45度角這邊的祝母哥 切入有機會嗎 這邊 電了兩步進去 這邊 沒有進 打下籃板之後 傳給底角 這個直接3分9 這球也沒有進 這邊就很可惜啊 好這邊再傳這個reverse好球 哇 我今天Benzimus 對上字母哥這個情況的話其實說實在的話 呃優勢還蠻大的說實在的 好來看一下 這麽哥來進去裡面 這邊再傳給這麽哥 呃這個上來好球 目前6分差 希望這6分差可以趕快再壓近一點啊 好這邊 在這個發球線上 有機會再傳給底角這邊的 Benzimus Benzimus想要撞應該基本上不容易撞得開的喔 這邊選擇直接一個後仰跳投這球沒有進 Benzimus這球放空了 來來看一下 這麽哥傳給進去裡面好球直接進去一個扣籃 目前來到4分差 Yanis其實每年都在進步啊 就是在這個得分上的這個能力的話每年都在進步 所以其實他今年得下MVP其實也是有目共睹的 OK這邊一個左手上籃之球把這球放進去了 好來看一下這麽哥選擇直接中投好球 這邊趁對方防守者還沒有站穩的情況下直接選擇一個出手 目前4分差在第1節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現在大概兩波進攻啦 看一下雙方想要怎麽打這球這邊覺得選擇出手好球 這個其實今天Benzimus是完全不怕進去碰撞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這種直接頂著對方投射的一個方法 我自然覺得這種方法其實是還可以接手但是 沒想到今天Benzimus居然都可以頂著字母哥然後做一些進去的投籃 更令人意味的是字母哥居然守不住啊 這邊在包夾的情況下選擇投籃這球沒有進 好那第1節結束目前是19比13那我們準備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我們現在來到第2節 那在第2節的話目前是19比13開局那其實看起來雙方目前還是有Benzimus比較有優勢啊 因為在進去碰撞方面的話可以看出來Benzimus比較能夠去限制住這個字母哥的一個能力啊 今天在這個進去的這個主攻方面的話 Benzimus也是有更好的一個能力 好這邊字母哥 選擇直接中投這球是被守住了 好來看一下Benzimus切入 目前是想要慢慢拉回來 我先一個擋拆這邊直接字母哥一個犯規 來喔 比腳位置 這邊發點撞不進去這邊想要硬撞 這邊在完全貼房的情況下的話這邊有字母哥拿下籃板這邊 往進去走 這球直接犯規了 好字母哥兩罰都進 目前依舊是4分差 好來Benzimus這邊 穿個底角 Benzimus不敢投 轉到活停位置這邊是直接被旁邊那個 字母哥直接操結之後 字母哥直接選擇一個左手的輕輕拋頭 把這球放進去之後的話目前來要2分差 雙方目前其實已經慢慢的把這個分差再拉近了一些 這邊選擇一個後側的墊布這邊沒有進這一球 這邊一個火鍋蓋了 看一下這邊進去切入有個好機會 這邊被字母哥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防守 比腳位置三分球 這球進好球 現實的字母哥應該是有這個金牌或者是 應該是沒有到紫牌至少有金牌的十美分 所以這邊底角三分球還是會進 好這邊一個旋轉後的一個 後仰跳投這球進好球 來看一下字母哥這邊想選擇怎麼進攻 這邊感覺是一個勇士隊戰術啊 這邊是被一個雙包夾之後 Benzimus拿下籃板這邊來看一下他想怎麼進攻 然後背籃嘛這邊是一個字母哥今天好像 特別容易做這個犯規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有些犯規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這邊來到附近位置 再傳給這個四四豬腳 再傳給底腳 底腳這邊擋拆之後 這邊進去切入選擇一個 熨頭這間沒有進 拿下球之後 他想怎麼進攻 在外線不斷做手遞手傳球 自圖造出一個非常好的空檔 這邊一個空檔蠻大的喔 這邊沒有選擇直接投籃 這邊直接整個人飛出去想要救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球會 跑出去 剛剛我沒有看清楚 好來看一下Benzimus 這邊是一個開後門 這邊在這個位置又一個犯規 好兩包都進 目前是23比20 第二節剩下3分10秒左右 可以進去直接扣籃 好球 直接右手扣籃 雙方都可以不斷用這個身體的這個優勢啊 就是他的速度再加上這個 這個整體能力的優勢啊 然後來進行這個進去的爆扣 好這邊剛剛在雙方爆夾的情況下的話 這邊師長Benzimus來做這個跳球 這邊可以看一下雙方的這個彈跳能力 好這邊是Benzimus拍到但是感覺是給伸個這個好機會 這邊在頂到的情況下的話是沒有把這球給放進去 Benzimus 放個進去的時候發生一個失誤 然後這邊要快速回防了 看要給進去直接選擇上來好球 這個快攻打得非常不錯 好來看一下Benzimus這邊 到壺定位置 三重威脅 掌拆之後 想往進去切入嗎 沒有沒有 這邊 這個手給進去不是一個好選擇 這邊在外線一個縮車墊步之後 這邊讓Benzimus一個犯規 好兩房都進 目前的話由這個字母哥引先了3分 Benzimus 好這邊是想要打一個背籃嗎沒有這邊選擇直接出手這個出手顯然是在對方已經防守的情況下這球並不好 進去裡面直接上籃好球這邊是一個左手的勾射 反正在第二節啊這邊 這麽哥讓這個分數的這個差距越拉越開了目前來到5分差 好這邊想要後的墊步嗎沒有這邊 這邊是傳給外線補頂位置 打開之後 給進去裡面 想要選擇直接上籃這邊被字母哥給防守下來了 然後這邊再墊步再一個防守 喔這個非常非常好 連續兩個的火鍋蓋在了這個Benzimus手上 然後這邊 哇 你可以看到字母哥也是想要跟對方做一個生理接觸啊 好第二節剩下1分22秒來看一下這局要怎麼打 這邊選擇直接出手 這球沒有進 好來看一下字母哥這邊想選擇怎麼出手 進去的時候踩盤失誤這邊在面對防守情況下的話這邊直接選擇一個晃跳的把這球給投進去了好球 剩下最後的1分鐘 因為瓦記這邊目前是領先的9分啊非常好的一個得分啊 這邊選擇上籃這邊是要那個犯規 好兩發都進 目前的話來到是7分差 來看一下字母哥 這邊是直接被一個抄劫了 這邊在選擇出手情況下哇這球非常非常好啊 這球是在 這個對方的臉上直接 一個運投中投了 好這邊字母哥被包夾了選擇進去切入好球 然後就切入這邊直接一個快傳給進去扣籃 你能想像一下如果 這個5個字母哥的話其實打起來感覺整體來說一定是非常非常強的 因為每個人進去都是怪物啊 沒有人能夠頂著對方啊 好這邊拆一翻失誤 這邊選擇直接扣籃跳投球球拿下籃板之後 看一下 5個 可以進去 選擇直接頂著對方投好球 對方頂開之後直接選擇上籃 目前依舊是這個9分差 好這邊目前 上半場結束 目前的話是27比36的9分差 好那目前上半場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Ben Simmons在第一節打的 明顯的話 是比YAS AT KUMBO還要再好一些 包含在這個防守的整體的這個 鞏固啊 包含籃板的這個能力啊 以及這些中頭部分的話其實都是由這個 Ben Simmons打的更好一些 其實今天的話可以看到 字母哥在這個 第一節的話 一些進去的進攻可能沒有到那麼好 但是在第二節完全就不一樣了 第二節的話Ben Simmons這邊就反而是沒有辦法壓制住這個字母哥在進去裡面的所有的行為啊 可以看到因為其實字母哥對上Ben Simmons還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優勢就是他在於 他還有辦法投出外線3分啊 所以今天的話很多時候可以看到Ben Simmons過來包夾的時候進去放了一個外線給他 今天整體的這個數據上的話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在籃板鞏固以及助攻方面的話其實都是由這個字母哥在稍微好一些 在整體命中率的話也是這個 面娃機在好一些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3節第4節有沒有辦法把這就 這個頹式給挽回回來 好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我們先來聊第3節 第3節的話 那目前的話Ben Simmons就是需要鞏固住自己原本的這個頂下OK這邊直接 一個轉身之後進去扣籃 剛剛說要保持住自己的這個清空步調啊不能讓這個字母哥繼續在為所欲為啊 好這邊再一個失誤 第3節難道要Ben Simmons絕地大板工了嗎 這邊選的中頭應該是不會進的 拿下這邊是有字母哥拿下籃板中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 進區給的Ben Simmons這邊沒有辦法防住啊 這邊其實字母哥真的是他的速度也是很快啊 他儘管切換到4號位啊他整體的這個速度還是 有辦法像小天風一樣 好來看一下 Ben Simmons這邊 節奏運球 進去裡面選擇壞翔跳投 這球沒有進 我們看一下籃板 看他選擇怎麼出手 外線 這種威脅 這邊擋拆底腳進去 扣籃好球 這個戰術運動非常非常成功啊 就是進去裡面給一個字母哥然後讓他擋拆之後給底腳一個位置 然後來進去進行扣籃 OK這邊是想傳給這個另外一個Ben Simmons結果是發生了一個失誤啊 這邊繼續有這個 字母哥來持球球權 切入在選擇雙方包夾的情況下哇這球還是被頂進去了 字母哥今天其實犯規 稍微多了一點但是整體來說的話在得分方面的話還是更多了一些 這邊擋台之後 沒有換防這邊選擇直接勾射好球 其實我原本就能預想到其實字母哥他本身 今天投3分應該也不會投到太多啊大概 只會投到3到4顆左右 美睫大概1到2顆左右 但是今天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在 上半場的 二頭一中的3分球 進去直接扣籃這邊 哇 字母哥 直接把這球給守住了 來看一下 這個切入 沒有機會 再傳給另外一個底角這邊 3分球 好球 才剛講完這邊又是一個3分球啊 好我們目前來到這個第3節的3分26秒左右 來看一下Ben Simmons想要怎麼進進行這次的進攻 這邊一個墊步往後這邊沒有進這球 字母哥 傳給進去 進去選擇上籃 好球 今天Ben Simmons逐漸已經沒辦法再控制住這個 字母哥整體的這個 包含速度啊 以及他這個 進去的這個 得分啊 現在已經來到16分分差了 這個已經有點多了 好這邊兩把中1 字母哥只要繼續保持他的這個步調就可以了 他只要不斷的 例如說擋拆之後給進去裡面進行扣籃這些就可以了 他其實目前也不太需要再做 任何特殊的一個得分方法就可以了 只要按照他自己步調就行 反倒是這個Ben Simmons啊 因為他的外線完全沒辦法開發 所以他目前感覺起來打起來就是綁手綁腳的 果然就是現在的這個主流還是你 得要有3分能力啊 你再怎麼 沒有3分能力至少有一點點都好 但是這個Ben Simmons完全沒有啊 所以就導致他今天打了這麼的 痛苦的原因就是因為這邊啊 這是其實雙方的話整體的這個 投籃的次數的話蠻接近的包含這個滅瓦器這邊的33次 以及這個 飛翔760隊的34 在整體命中來說的話真的就是有些差距啊 因為其實你可能可以說身材方面有差啊 你可能也說防守方面有差啊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 以這個3分球外線 多了那一些3分球的話就是有些差距啊 當對方會 害怕你的3分球的時候他就不敢 放你的外線了 那你進去就會有一些空檔 這個其實也是有些 有些可以去 考慮的部分啊 就是 當你的外線是有能力的時候啊 對方就不會這麼 敢往前貼你知道嗎 目前的話這個 OK 這邊是 49比34 我剛原本以為可以到50分了 好這邊看這個 傳給進區裡面 選擇上籃 被字母哥直接一個火鍋伺候 這個目前看來是 想選擇直接進去切入這邊 這邊Ben Simmons直接把字母抄掉之後來看一下能不能進行這次的這邊選擇一個起碼射箭把字母給拋了進去 Ben Simmons也一定要趕快把這個腿勢給往回來啊 這邊選擇直接切入已經把整個人撞到飛出去啦 哇這個真的是 很難守啊 這麽哥一撞過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會這個 往後至少退三步啊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得出來 Ben Simmons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掙扎 裡面選擇勾手 這球沒有進 剛剛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有兩個以上人在進行這一次的這個防守 所以這次可能沒有辦法把這一個放進去 Ben Simmons這邊擋拆之後 選擇直接的這個熨頭啦 這球沒有進 今天Ben Simmons蠻常使用極精跳投這個技能啦 但是其實今天感覺起來他的整體能力沒有到非常非常好啊 沒有到非常出色 今天其實 蜜瓦機已經完完全全就是有可能是勝利的那一方啦 今天這個 整體得分來說差太多啦 第三節剩下最後的5秒左右 看一下Ben Simmons想要怎麼出手 想選的直接出手這個是基本上不可能進的這一球啊 那目前第三節結束目前是36比5輸 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第四節啊那其實今天 如果Ben Simmons沒有辦法再多做一些這個 挽回的話可能今天比賽就直接這樣解鎖 哇這邊 再來了一個非常 非常重的一個強心針啦 因為今天Ben Simmons可能 就要這樣子直接遠去啦 好這邊目前是22分啦 如果這個22分差沒有辦法選擇 趕快把這個 比數給拉回來可能就這樣結束了 哇 這邊居然是 直接被這個 斷球啦 哇進去裡面也完全守不住啊 Ben Simmons難道要完全 潰步成軍了嗎 完全沒有辦法做一個任何的反擊了嗎 哇完了現在Ben Simmons他整個心態崩啦 你看Ben Simmons往進去切入 投給進去 一個勾手好球 如果我們這邊是22分差的話我大概心態也崩啦 哇 完全hold不住字母哥耶 Yanis and the combo 已經完完全全的自罷整個球場了耶 因為我已經把他的能力調低了他沒有想到今天還是有辦法 把Ben Simmons吊著打 整個是有差的呢 給底角 這球很可惜沒進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 兩個分差已經拉得非常非常開啦 哇這邊 想怎麼選擇怎麼碰撞都沒有辦法來 得到更多分數啦哇 哇今天這麼個 簡直跟妖魔鬼怪一樣啊 每一球都是頂著對方Ben Simmons臉上去貼啊 貼貼球就進了 他幫了很多那種M1啊幫了很多這一種可能 進去裡面的這種 貝蘭丹打他都打了進去啊 連連連這個結果完全是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啊 所以說如果今年Ben Simmons要在聯盟裡面生存然後變得更強的話 他的萬仙三分球肯定是要練的 另外他在身體對抗性的話雖然已經到很不錯一個程度了但是今天可以看得出來還是不及我們的當代 MVP啊 好這邊這球也沒有進 看一下 想選擇怎麼出手 以整體而言啊我個人認為已經不太需要再打這場比賽啦 3分外線 OK好球 你可以看得出來Ben Simmons已經 完完全全都會想要做那種例如說像是包夾之類的這種情況啊 但是一旦包夾就是給外線3分 送福利你知道嗎就是讓對方完完全全就可以在外線給你一個重砲 讓你的這個分差越大越開啊 但Ben Simmons他盡力啊可以看得出他 其實很想贏這場比賽但是整體來說 下半場命中率實在是太慘了 那完完全全沒辦法 一是包含了這個整個的防守已經 強度有差了 另外一方面的話就是在外線3分這部分 其實真的是 當你會顧忌對方3分的時候啊 對方就有辦法在你面前 進去切入啊 但是當你進去切入來包夾的時候啊 對方又有外線3分球可以射啊 這個就是當代籃球最重要的一個經典 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多贏了對方30分啦 這個分差 只有真沒有減啊 優勢可證啊如果當 整個場上全部都是這個YASSET的COMBO的時候啊這個比賽根本不用打 這邊選擇直接出手 好這球也是有進 我看得出來已經沒什麼機會可以把這個比賽給拉回來了 其實今年我個人認為在滅耳瓦記部分的話 我覺得啦 今年在這個東區的競爭力方面的話 滅耳瓦記可能會沒有辦法像 去年一樣有這麼好的一個競爭能力啊 包含了這個Nikola Mirotic 這些球員 還有這個 Milcombroker等 這些球員他們都離開了這個滅耳瓦記啊 其實就導致了其實 公路隊可能 在今年的競爭力沒有辦法像去年一樣這麼好 但是我相信字母隊還是會不斷成長 他還沒有到頂標他還可以再更強 那他在每年都有這個更加進步的這個 能力的話 我其實對這個滅耳瓦記的未來還是蠻看好的 建議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這個Ben Simmons完全是被虐了 呃我們要說Ben Simmons不夠強嗎 我們也不能這麼說啊 畢竟他也是 才打兩到三年而已啊 你要知道其實這個字母哥也是在聯盟打滾了 至少也有五年以上啦 所以他才有辦法到現在這麼強 呃我們再可以再多給Ben Simmons一點機會啊 所以我們也不一定要把他想的 無死的 不堪用 當然也沒有到這種程度啊 但最重要就是需要 新秀需要時間啊 哇 哇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分差 已經來到35分了是不是 這個已經是完全的虐菜啦 不行啦 我們要留給我們的這個Ben Simmons一點尊重啊 所以說原本我認為今天的這個比數的話 雖然我知道應該會是由這個字母哥贏下 但是我沒有想要 這個分差會差這麼大的一個差距啊 當然可能你可以說是因為迷人堂難度的話 三分球在電腦方面的話 可能 得分的話會再好一點 但是我倒覺得 儘管是這個原因 今天這個字母哥在 這個外線頭三分的時間也沒有到 多少 反倒是在禁區進攻的這個 時間稍微多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能以這個當藉口啊 那今天最主要就是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例如說Ben Simmons 在進去沒有完全沒有辦法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守住這個 這個combo啊 今天你可以看到儘管是已經整個人貼他的身上了 這個字母哥還是有辦法在你面前進行這些得分啊 所以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這麼大的一個比數差距來到 40分的這個比數差距 這個其實事實上 也是在這個 合情合理啦 今天真的算合情合理啊 就 你可以看得出來一個外線三分就可以導致出 這麼大的一個差別啊 另外的話其實在身體對抗性的話 其實Ben Simmons也還沒有到那個火候啊 所以今天 出現這個結果我是 覺得意外中又帶著一點 不意外啊 所以今天這個比賽的話我們就知道 如果未來的話 這個Ben Simmons可以在聯盟打拱更久的話 就是必須 多多磨練他的身體對抗性 以及他的三分球的這個能力 然後來看看今天整體的這個數據 來看一下球隊比較 那整體來說的話 呃 密尾娃姬這邊的話僅僅投出5個三分球但是 命中率部分的話有5投4中非常非常高 因為最主要就是因為今天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YASSETCOMBO都是在對方完全沒有任何方守的情況下 把這球給投進去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有這個使免分加成的 所以今天可以看得出來他外線命中率還是相當 相當的不錯的 呃 Ben Simmons在整體的這個持球時間的話 比起這個 這麼個的話更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就是 呃 這個760隊打基本上是以陣地戰為主 呃密尾娃姬這邊的話 相較起來打的是以快攻為主啊 所以就是雙方的那個 呃打了一個方式有些不同啊 以及這個籃板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防守籃板部分的話 是11比23 這個差距就顯而易見了 呃當 這個 12個籃板的差距的話我們在 假設加上2分的話 呃 就是 24分啦 至少你就已經輸了24分以上了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我們可以再看到快攻得分啦 快攻得分也是我前面所講的就是相較起來的話這個 志姆哥這邊的快攻還要再多了一點 那禁區得分那更是不得了啊 哇 我是沒有想到禁區得分居然是有差到28比60 這麼大 這麼這麼大 原來是已經兩倍差了 所以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志姆哥在這個整體得分方面的話 其實得了非常非常 多的這個 禁區得分啊 而很多都是在頂著對方的這個情況下把自由給投進去啊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我只能說就是身體對方性有差距啊 這是真的沒有辦法 好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喜歡這個電路 各位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別人想下方訂閱按鈕 別人想要大聲的工作 追蹤你的鈴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 私跟我說 先給你們高 tangled 坐下